三点模式 鬼畜教学 魔性洗脑 经典语录 层出不穷 让人笑出诸教 管副科长系统教学 教你如何成为人生赢家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管副科长所说的 经典语录吧 经典场面一 管副科长 舌战群如 我们的管副科长 很好的诠释了什么叫做 真理 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上 有时候还真不是 人多就占脸 为什么我们常说 入乡随俗呢 这个俗 可能是我们不习惯的 或者是让我们 自己不舒服的 但是我们先随了再说嘛 随了并不代表认同啊 改变 绝非是一朝一夕 改革 也是需要时间的 对不对啊 经典场面二 三点模式 鬼畜教学魔性洗脑 当了一辈子干部 我们管副科长的风格 那就是思路清晰 思维严谨 自创了三点模式教学 实在是太过魔性 我不多说啊 只说三点 啊 我不多说 只说三点 我不多说 只说三点 办法总比困难多 满满里人生路 离开走脉城 祝他老人家 寿闭南山 租路东海 风雷十二掌 掌掌都带响儿 九印针你懂吗 九印针你懂吗 家族遗传信九印针你懂吗 看完这么鬼畜的三点模式教学 大家有没有被管副科长洗脑呢 经典场面三 思维续腻 拿下婚礼 总指挥 不得不感叹 于焉真是一门艺术啊 这管红花同志一番思维引导 就硬生生把自己推到了婚礼总指挥的位置 看看台下人一脸懵的样子 真是有点大人骗小孩堂的意思 我提议 由万山洪同志 作为这一方的指挥人 不知道万师傅同意不同意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出现了 那我只能提议由我 作为这一方的总指挥人的候选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懂管红花同志的精彩教学呢 别的不多说 就光学好三点模式 这一辈子就够用了 这一辈子就够用了